王宗岳太极拳论中讲到 在陈家沟保留着一处古老的院落 这是当年杨禄禅先生学拳的地方 太极拳也就是从这里走出了小山村 来到了皇城脚下 一百多年后 在北京故宫西侧的中山公园里 每个星期六早上 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汇聚到这里 来听杨氏太极拳第五代传人崔仲珊先生授课 崔老师 在武术里头我们都讲到有招式这么一说 那么这个招式的招 在这个太极拳里头是怎么样去理解呢 那么每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称之为一招 也可以说称之为一式 比如说从起式 左揽阙尾这是一个招式 到右揽阙尾 这又是一个招式 那么这是招式 那么招法就是在你平常练习的过程当中 它的法则是什么 左捧的法则是什么 左致平平的圆圆的放在你胸前 这是左捧 那么右捧的法则是什么 右手是立捧 左手是侧平捧 你看是两个不同的招法 所以我们在平常练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到 全数的从开始到结束的 每一个招法的动作的准确性 以及招法之间的变化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招式或者是招法 在这种积极的两个人对抗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去体现 那么实际上太极拳属于中国武术范畴 太极拳的每一个动作 仍然含有非常浓厚的积极性 比如我们平常所说的 传统洋人太极的斑斓锤 既有防卫 带掌 我又有进攻 又有打拳 所以太极拳的招法 就像你提到的 在练习过程当中 对于你的记忆力 和你更好的掌握动作 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所以在书上一般来讲 文武太极之节 文太极指什么 文太极就是指我们一般的套路的练习的过程 我们称之为文太极 那么武太极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这些招法的运用 这些招法实际的想象 和这些招法练习当中 自己内心的感觉和内心外在的体会是什么 当今练习太极拳者数以亿万机 可知晓懂得太极拳招者甚少 练习套路不仅要熟练每一个动作的外形 更要了解每个动作的用法 这是太极拳击击的前提和基础 拆招的练习方法就达到了这样的目的 因为动作绵绵不断 没有表现出来这个用法 那么就告诉大家 这个绵绵不断的动作 它可以分开 柔和的动作可以变发进去 它的积极含义在哪 炼拳使无人如有人 黑底使有人如无人 太极拳是拳术 积极性是拳术之魂 太极拳套路中的动作源于实战 因此能应用于实战的动作才为正确 套路中每个动作都是不同的 动作不同 其攻防含义就不同 攻防含义不同 动作的力点和劲道就完全不一样 接下来武术家们亲自为您拆招 讲解不为人之的太极拳积极奥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般做是这样做 你看海底针以后通过手的变化变成扇童背的动作 那么海底针很多人这样做 右手提起以后直接向下插掌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 太极拳是曲线和圆的运动 都是在这种曲线和圆的过程当中 把动作表现出来 那么实际在阳式太极拳当中 根部你看一个挑手掌 这个时候请注意我的右手是通过一个向前下的弧形 你看我走了一个抛物线的动作 实际是一个解脱手 假如说对方以右手握着我左半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力点是向上的 对吧 那么我直接向上插掌 你看我直接插掌 不太现实 因为我的力量小于对方的力量 但是如果我通过一个弧形向前 你看我已经把对方的力量变化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我是一种插击 也是一种发力 所以说杨士权的海底针收到胸前一幻开 我通过一个圆弧形的抛物线做到这一天 那么再一种呢 就是对方像这样握着我的手 那么这是一种解脱 比如说对方死握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 我望下的时候 我望得很容易松开 再一个时候我改变了他的力的方向 什么力的方向 他握住我 他想是往前拉 但是我望下一松的时候 你看这下 在这个瞬间 我是一种非常好的解脱 所以海底针的动作 虽然动作外形是一种插掌 插掌如何更好的 合理的规范的去做 这是非常重要 如果说我解脱没有成功 那么接下来就是扇通贝的动作了 我解脱没有成功 你看我左手按住对方 一个反叼弯 对 所以叫扇通贝 是躲闪来进攻 你看我躲闪 我躲闪一个干嘛 我要进击了 我躲闪以后 顺着对方的胳膊 打在对方的软了 这个时候我进击 所以海底针扇通贝 其实是又是解脱手 又是进攻手 实际在套路当中 你看搭上手我一闪 这个时候我就改变了 对方的力的方向 然后顺着对方的前辈 打在对方软了 这叫什么 这叫穿袖 你看一个左闪 加一个穿袖 给对方的威胁非常大 海底针充分体现了 太极拳的圆弧运动规律 利用向下的抛路线 形成解脱手 进而完成进击 武士台医院 是武士台医院的牧师 它可以千变万化 千变万化 每个声都是拉着一变好出来的 变好出来的 其实以后 一上一送这边 第一个是左拉着一 嗯 左拉着一 撑下去 口交 这是右拉着一 这一撈 这叫驴 驴 这叫碰 碰 这叫鸡 鸡 这叫按 碰驴 这一切都代表了 他比如说对方要推我来 按 按着我 我一送进 你把人心按 我一送就把你引过来 我发位之内来 一送过这一报药 就出去了 就出去了 你看 他说的时候 一直手碰起来 碰起来 碰起来 我这一带 一滚下 一滚下 叫你力量 我这手 这往下 一紧身 也能出去 也可以想找变好 也可以找变好 也可以叫对方 因为有时候变好很多 他这也是个 越来运动 由头到方向日到方向 嗯 是吧 这个是应付对方的 这个就是打对方的 故意有一种折磕 周身上下都是手 不是只用两个手 来对付对方 来变好对方 不管你接住那 接住州 接住家 接住要 接住北 是吧 你接住那 就能以那 调整音样 变好 就是对方 镂空宝盖 所以这个太极拳 要有内外修理 阴阳相机 阴阳相机 放为东洁 这就要有这个 蜡之意识来寄出 调整变好 那就可以了 蓝扎一 为武士太极拳之母式 一圈之中包含八种进法 体现了武士太极拳 开合的特点 由此演变出各种招式 千变万化 他的积极含义呢 右边来往左边转 左边来往右边转 如果中间来了 这就单贴前后旋转 用的时候变成这样的 那么这边这一转手呢 练的是慢慢的这样走 也可以变轻的好 如果对方的刀 那么空出夺刀 也可以夺过来 也可以变高铝 也可以变高铝 对 也可以变厉 都可以变的 接受的方法 那么这一提腿呢 蹬对方的膝部 蹬的 这一下去呢 往这边去呢 被折扣 或者肘都可以打 往这边去呢 啪的撩掌 往这边去 船掌 各种转换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用法 用法 转换是变化的过程 那么正脚呢 往这下跺下干什么呢 这是打仗的时候 啪 对方摔倒了 摔倒到你脚下了 啪 到右下的地方正一脚 金刚岛队 是陈氏太极拳代表权势 充分体现出 陈氏太极拳 螺旋韵化 刚柔相继的特点 表现出辗转腾螺 柔化刚发的寂寂风格 和氏太极拳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靠法非常明显 素有何家靠这种说法 它这种靠法用起来 就是要求这个身法 步法 手法要非常的协调 你比如和氏太极拳 有个动作叫前招后招 它表现的是三门六靠 一边的话就是一门三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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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